剪刀槍不是一句玩笑話 苗栗一名賣炸雞的老闆 昨天深夜發現自家養的愛犬 從外面叼回來一包精品漱口袋 他打開一看被嚇壞了 裡面一次裝了手槍零組件 老闆擔心惹禍上身 趕緊報警 至於是真槍還是改造手槍 有沒有殺傷力 目前警方已經當零件送網鑑定 同步要擴大調閱監視器 找出施主到底是誰 宣言十一點多 炸雞店養的黑色圖狗 從外面叼回來一包精品漱口袋 東西就放在門口 老闆撿起來一拆開 事情大條了 我以為垃圾 然後撿到的時候才知道 就趕快打給老闆 裡面竟然有槍管 彈簧 彈匣 手槍零組件 老闆就怕惹禍上身 趕緊打電話報警 警察系店家的愛犬 自外面不明處 咬回一個漱口袋 那通人依規定採證 並送相關單位來檢驗 持續擴大調閱監視器 來釐清案情 警方調閱監視器 要找出施主是誰 也現場採證 依照規定把證物送去鑑定 至於是真槍還是改造槍枝 有沒有殺傷力 還要等鑑定報告出爐 這件事情我認為還蠻離譜的啦 我們頭奔失去 道路上竟然可以撿到這個槍枝的零件 大馬路上撿到槍不是一句玩笑話 而是真實上演 還好是被狗叼走 如果是被有心人士撿走 拿去犯案或是改造 後果可是不堪設想 記得張心潔妙力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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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